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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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阿姨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辖客 一直都坚持用石墨磨米浆 她认为只有用石墨磨出的米浆才更细 更能保留大米本身的香味 制作出的果条也更嫩滑 味道与儿是记忆里的果条才一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